大家好 下面有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2021海泽南中国游艇市场报告 海泽南中国游艇市场报告 我们在2015年开始 每年年会做一次 今年已经是第十次了 那么在过去的一年 全球的游艇销售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增长 那么中国游艇市场究竟咱们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报告大概分前年定义游艇 全球游艇市场 中国游艇市场 中国游艇品牌只适合市场投资以划归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做这个报告的前年呢 实际上来讲是根据 现在国际上的游艇的市场 和结合国内这两年的一个游艇市场的书记 通过调查和结合我们的书记库 来做成了这个一个游艇的市场报告 那么我们要在看游艇市场的时候呢 看游艇书记 我们首先要明白一个 就是一个游艇一个定义 因为我们现在在国内的游艇的定义 可能真正海士基的定义跟我们大家 平时阴线里面的游艇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对照国际上呢 也有很多的不同 例如我们的国家的对游艇的定义呢 实际上是海士基的定义 但我们实际上呢 平时会把极限一代豪华游艇才是游艇 所以有时候在数据上 我们在说游艇的书念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个前级的定义 现在大家都在说 美国有1600万艘游艇 但实际上这1600万艘游艇 它包括了很多的超级游艇 豪华游艇 钓鱼艇 甚至呢 在它的范围里面 摩托艇和橡皮艇 皮划艇也都是它的统计的一个数据 所以我们在讲游艇的数据的时候 一定要先说明清楚游艇的前面一个定义 那么过去的一年 全球超级游艇市场 在2020年疫情开始发生的时候 实际上是下滑很大 但是在从下半年开始 得到一个快速的一个增长 2021年呢 全球的游艇市场销售持续增长 已经是过去12年 也就是在2008年以后 2021年是12年以来的增长最快的一年 并且这个增长的趋势 可能会持续到2023年 2024年 再有两个书记 就是说在前期超级游艇的排案板中 我们可以看到 2021年下水的游艇超过515艘 这也是过去10年里面 单年下水最多的一个年混 2021年的全球超级游艇订单 已经超过了1000混 那么在中国游艇的诸艇 究竟有多少呢 我们可以从三个来看 第一个呢 就是根据游艇的定义 我们对照我们的各种数据库 我们保守的估计 现在中国的游艇有10万艘 可能这个数据呢 可能会超过大家的显现 但根据游艇的定义 我们这个数据应该说是比较保守的 这个数据来讲呢 平均每年的增长率 大概在25% 那么另外一个数据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看游艇登记率的数据 其实上我们在国际跟踪 看国家海市级的游艇的登记的数据 实际上差不多就是在7000到8000收 但是我们在实际的一个游艇登记的数据里面呢 我们看到大概是5000收 为什么这个5000收跟7000收的数据差距那么大 实际上是有些统计方式 会有一些不同 那么另外一个数据 我们观察了一个数据是什么 就是在大型游艇杆里面停泊的数据 这可能就是我们大家平时印线里面的 真正的所谓的游艇的一个定义 现在在大型的游艇杆的数据里面 大概是在31个大型游艇杆里面 大概有2800收 实际上来讲 从数据对照可以看到 大型游艇的增长链 是小型游艇的增长链 那么我们再看中国游艇市场 我们可以从六个方面来看 一个是中国游艇的制造 第一个是进出口市场 第三个是销售市场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游艇进口的发动机数据 以及休想用品市场和游艇的竹林市场 那么我们看中国游艇制造 实际上来讲 中国游艇制造 究竟有多少家游艇制造产商 没有太明确的数据 但是有一个大概的数据就是 现在国内能够整艇制造的产家 大概有100家 那这100家里面 其实主要生产的船型是什么 是超级游艇 豪华游艇 小型钓鱼艇 小型航船 实际上我们在中国游艇制造里面 切换的是什么 切换的是大型的航船 豪华的那个钓鱼艇 运动艇 跟那个家庭式的游艇 这个是我们现在目前 国内游艇制造比较喜欢 那么在出口方面 出口方面 我们能够出口的是有超级游艇 豪华游艇 还有大型的那个酸体航船 跟小型的一个航船 内销里面 我们现在在中国游艇制造 在国内内销 主要还是超级游艇 钓鱼艇 小型航船 还有一部分呢 就是用于租赁 一般的豪华游艇的销售也是有 但是苏联不是很多 现在从书记上可以看到 中国游艇制造每年的书记 大概有8000艘 豪华游艇这两年里面 20年到21年 大概应该有300多艘的一个制造 大型的 弦外级的钓鱼艇 大概有1400艘 而小型的修船船艇 应该大概有6000多艘 那我们看一下 中国游艇市场 进出口书记 到2021年的11月份 游艇的进口书记 大概是这样 就出口大概有140多万收 价值大概3.5亿美金 进口是 大概有5000收 价值大概1.6亿美金 在进出口书记中 我们一般统计的是 豪华游艇 宜乐船 航船跟徽东流船 那么右边这个图呢 我们可以看到 2017年到2018年 游艇的出口书记的 一个增长 这个南市呢 是出口多少 韩市呢 是它的价值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2021年 比2020年增长 是这个 是比较明显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 那个进口的书记 我们2021年的 进口的书记 也比2020年的 进口书记 有明显的一个增长 因为从国内的 市场销售书记 也可以看到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在国内的游艇的 市场里面 有一个销售书记 我们统计了 是游艇杆 及周边游艇的书记 这类游艇 一般会进行 海市的登记 这个书记呢 没有包括 没有进行海市登记 根据我们的统计 游艇杆 游艇的增长速度 小于游艇制造的速度 原因是 大量高增长 小型的游艇 它没有停泊在 大型游艇杆 根据我们的统计 在2021年 31家大型游艇杆 停泊的书记 大概是2800艘 比2019年 增长了466艘 那么在销售市场 书记中 我们统计了是 包括中国游艇制造的 销售 还有进口游艇的销售 因为有时候 各个部门的 统计的路径不一样 他们统计的环市不同 所以我们对于 国内游艇销售书记 可能会出现一个 不同的一个统计结果 那我们 在谈到游艇销售的 书记的时候 必须有个前提 也指2021年 我们的统计里面 游艇杆及周边游艇的书年 大概是有5000艘 这个数据比2019年 年年增长率 大概是在15% 那么有必要说明一下 上面的5000艘 游艇并不是指的是 国内游艇的保险量 而是指停泊在 100多个大大小小游艇杆 及周边的游艇的书年 一般是相对比较大的一个游艇 我们可以从 另外一个书记看到 作为发动机 实际上是 游艇制造的一个核心 按我们的定义 每一艘游艇 它都必须有一个发动机 那么我们通过过去五年 中国进口的游艇发动机 来看一下 我们中国游艇的制造 因为我们现在 在中国制造的游艇 多数还是以进口发动机 作为动力系统 国产的发动机 这点也有 但是那是个比例 可能还是比较小一点 我们通过书记的对比 可以看到 到2020年的11月 2021年 大概进口的游艇 超过2.5万台 另外我们来看一个 跟游艇市场小小有关的 就是水上的一个休想用品 我们跟踪了书记 从2020年 到2020年的8月 在这20个月里面 实际上水上休想用品 合计出口 大概有2.51个 价值大概20亿美元 这个书记 可能是我们很多人 没有想象到的 也就是说 从这个书记 可以看到全球 在疫情期间 水上活动的一个状态 那么我们在国内里面 在这两年 我们进口的书记 又有多少呢 在2020年到2021年8月 我们进口的书记 仅仅是133万个 价值大概1373万美元 所以从这两个书记 可以看到 国内的水上休想活动的 上升的空间 非常激大 另外一个 在这两年 国内的市场里面 可能比较火的 还有一个业台 就是一个租赁 特别是在商亚 我们跟踪的书记 从2019年开始 游艇租赁 是商亚游艇前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业台 在商亚 2021年 游艇出海 已经超过100万人次 长期用于租赁的游艇 超过300艘 如果在夏天 全国用于租赁 应议的游艇 超过500艘 另外呢 大概有超过500艘的航船 也是用于 游艇租赁的一个体验方式 目前在国内 游艇租赁的模式呢 大概包括有一个 豪华游艇的体验式租赁 还有照亮艇 滑水运动租赁 另外一个就是 企业团建的航船活动 还有一个是 航船培性体验活动 另外就是在 寒假跟暑假 很多航船企业会举办 夏令营 东令营的这种培行 所以对比国外来讲 这个产品还是比较当一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游艇杆 在过去这几年里面 游艇杆的增长 其实并不多 我们跟踪了 博位超过50个了 并且正常应营的 大型游艇杆 现在目前国内 大概有31个 那么这31个里面的 游艇杆呢 它停泊的博位 大概在7100个 停泊的游艇 大概2800收 停泊率 大概仅仅是39% 那么我们在 引以往来讲 我们都在说 中国游艇杆 究竟有多少 其实大大小小统计 肯定是超过100个了 但有一些游艇杆呢 它并没有正常的应应 有些游艇杆呢 其实停泊的游艇的数量 又很少 也没有正式的一个经济模式 所以我们 从2021年开始 我们在进行 游艇杆的经济数据统计中 我们已经不再统计小型了 和没有应应的 我们仅仅统计了是 超过50个博位的 大型游艇杆的一个数据 从这两个表可以看一下 大型游艇杆的博位的分配 实际上来讲最多的 也就是在海南跟广东 从四个大的漆里面 我们看到华南旗 我们这里的华南旗 是包括湖建 是游艇杆博位最多了 另外一个就是海南旗 还有一个就是 长三角跟环渤海前 可以看到的是 主要的大型游艇杆 还是在南环比较多 刚才我们讲的是 游艇的一个市场 那么我们 海贼南在这几年的经验积累中 我们觉得说 这个游艇品牌 可能跟我们游艇的市场的 回度 有一个关系 所以我们自己创新了一个 海贼南中国游艇品牌指数 那么这个品牌指数是指什么呢 是指在一段时间里面 该品牌在网络搜索里面 一个制度 还有另外一个 到我们海贼南游艇三层的 搜索的一个制度 我们把所有品牌的指数 合并起来 就是一个游艇的综合指数品牌 那么我们在统计中 我们可以看到 2021年游艇的综合指数 年度指数大概是18000多点 比2020年增长了69% 我们看一下 在2021年 这十个里面 游艇品牌的综合指数 8月份的综合指数是最高的 其实另外一个就是 10月份跟5月份 这张图里面呢 是前十大的游艇品牌的指数 其中呢 阿兹姆依然是最多了 前三甲是阿兹姆 巴伐利亚跟海星 还有一个品牌呢 进入前十是Liva 这张图可以看到 前面的十大品牌指数 它们的增长率 我们可以看到 阿兹姆跟Liva的增长是最高的 谈游艇市场 一定要看游艇的投资 跟游艇的划规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明显市场发展的 游艇划规有哪些 主要是在这几个方面 第一个是游艇制造 游艇制造呢 划规跟我们的游艇制造成本和时间 这是有直接上的关系的 另外一个是游艇的检验 购买游艇后的检验的过程 实际上是影响到 船东的使用体验感 另外一个是游艇平时的使用 游艇使用 有没有便利性跟舒适感 是影响了游艇使用的一个感觉 另外一个就是游艇的税费 游艇所以关系到 购买游艇的成本 所以现在海南的实行免关税 电梯购买游艇的成本 吸引人家购买游艇 这是有很大的吸引力了 另外一个最后来讲 就是一个市场的监督 我们游艇市场的发展 需要一个很好的游艇的营商环境 所以我们看一下 市场投资跟划规 大家如果做投资的话 一定要看这个市场的变化 要看细分市场 细分领域 例如超级游艇 例如小航船或者是吊鱼艇 另外一个就是划规跟政策 我们要看哪个地方的划规 是不是比较明确 另外一个就是很重要的 这个营商环境 地方的指法 它的可支持性 我们现在可以明显地看到 在游艇市场的营商环境里面 南方跟北方的差距比较大 那这年 最大的一个市场在哪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海南 海南这几年 做游艇市场的一个支持 我们可以通过他们 再做那个出境条例 做政治支持 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我总结一下 我们做游艇市场报告 这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呢 通过书记来说话 来论证我们的观点 第一个呢 我们对政治的解读 来看游艇市场的发展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